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ce 近來我很喜歡做這個波浪卷卷頭出外 因為我終於找到一個又快效果又自然的方法 可以極速出門口 今次就教大家 卷髮之前記得先梳上把頭髮 這把Aveda的木梳就適合長頭髮的人 因為它的梳面很夠大 就可以一次過梳到很多頭髮 今次整個卷髮的過程都是用GHD這個造型夾的 首先就把整個頭髮夾完獅子卷 它的板也比較大、闊 可以一次過夾到多一點頭髮 這樣就做得快一點 我通常是燙得快一點 但就夾兩次 因為它的溫度也挺熱的 一夾就會很有效果 那夾完獅子卷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旦你發現你夾完獅子卷 原來已經不夠時間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照出門口 樓海就要另外夾 大家可以一邊向內卷 一邊向後拉這樣夾 記得動作要快一點 不過如果這麼長頭髮只是獅子卷 很多時候髮尾都會有一種比較重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在中間 中段這裡加一點線條 如果右手握直髮夾 像我一樣的朋友 整個頭髮的頭髮都是向左手邊卷 先講一點基本技巧 如果像我現在這樣 拿細細速而燙得慢一點的話 捲就會比較實淨和捲 如果想自然一點的話 可以用大速一點的頭髮 燙得快一點就會自然一點 大家在中段捲到差不多到尾的時候 就可以放夾 因為我們已經預先夾好尾 那我省時間的點在哪呢 就是我只會幫面那一層的頭髮 夾這個二重捲捲 不用做完整個頭髮 一來省時間 二來其實這麼亂都很亮 捲完一面之後 可以觀察一下有什麼不足 再補捲一下 完成之後 就可以用木梳梳梳一梳 這樣就會更加漂亮更加柔滑自然 剛才我說過 整把頭髮要向左手邊卷 連你右手面的頭髮 都要向左邊卷 即是向內卷 這個是折省時間的重點 因為右手握夾的時候 再向外卷 特別不順手 卷出來也是沒有那麼漂亮 很容易飛出來 順向左邊卷 一來比較容易卷 二來也會比較女性的公主 至於會不會兩邊不對稱呢 就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我實驗很多次得出來的結果 卷完之後 大致上的感覺就類似這樣 自然一點 最後呢 就要噴上Spray 我就很想很想推介這支Spray 給跟我一樣 頭髮又軟又塌的朋友仔 因為它的Spray呢 是雅色和很輕身的 你看我噴一噴 就可以令到頭髮變得很站身 好像頭髮和頭髮之間會浪著這樣 很有空氣感 但是大家噴之前記得 不要跟食物一起 因為噴完之後 整間房子都很大煙 其實練了幾次 現在我都可以十分鐘就搞定這個頭髮了 做完之後 頭髮就會有一種很脆性 好像天生 就是生到軟軟的質感 最後大家如果想第一時間看到我出片的話 按Subscribe之餘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拜拜 拜拜